我是吴子华 然后我是去年毕业于高一要学的 然后在今年就是考取了107的后习一 然后我今天就是来稍微分享一下 我这一段准备考试的一个心得 然后还有方式 对 然后不过首先我想要讲就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听我的方式 然后当作参考就好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自己 就是适合自己的读书方式 然后去实践它 好 然后再来 我想要先讲的就是 就是考上以后就也有一些想要考的朋友会 私讯问说 补习的话应该要是面授课比较好 还是去就是在家线上听课比较好 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的读书习惯跟时间安排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要到补习班才能够认真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来补习班上课比较好 然后在补习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可能跟 比较能够认识老师 然后还可以认识其他同学 就是一方面比较有人可以互相讨论 然后也可以就是调剂身心这样子 然后像有一些人就像我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在家听线上的课 因为我觉得这样时间比较好安排 然后可能我可以 我是喜欢把它调到可能两倍速转到码 然后就可以把六个小时的课可能浓缩到大概四个小时 就可以听完 就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是比较省时间 可是应该有些人可能会就是 如果说你会把六个小时的课听到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才听完的话 那我就觉得那还是来补习班上课会比较好 对 好 再来我想要讲一下我的作息的部分 其实我作息我觉得考试这一年都很正常 就是我都是十二点就睡觉 然后我就会睡到自然醒 可是因为我的自然醒 可能很多人是睡到十十一点是自然醒 我的自然醒大概都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 就是每天可能睡个八个多小时 我就会自然醒 所以我就会让自己睡饱一点 然后我是到大概今年的三月 就是考前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应该要早一点起床念书了 然后就那时候可能差不多六点半 就是闹钟会睡六点半 可是我这样经过一个月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记忆力很衰退 然后物理怎么样都算错 所以我就后来就想 就觉得说还是睡饱比较重要 然后所以后来我还是 就也没有到自然醒 可是我会尽量让自己有睡到七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作息正常蛮重要的 不然如果真的睡太少的话 记忆力真的会衰退 然后再来是我想要先讲一下 我整体的读书习惯 就是好像有一些人会去安排说什么 每天可能礼拜几念哪一课 然后什么时候排就是放松啊休息 然后我比较没有 我都是比较看心情 我可能会这一个礼拜很认真 然后认真完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让自己休息个一两天 然后休息完之后 我就会突然觉得 天哪我浪费好多时间哦 然后我就可以继续上井八条 继续努力 对然后不过我还是会订定 读书计划 然后我的读书计划通常都会是 我会订明天后天 通常都订个之后的两三天 我要念什么书 然后就是直到我是到考前一个月 我才有比较明确订定说 我这一个月一定要完成哪些事情 然后我只能再下去细分说 那对于第一个礼拜要读完哪一些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排一下计划比较好 然后再来想要讲一下读书环境 就可能很多人是会去图书馆或是补习班 然后我主要是在家里念书 因为我是可以在家里专心的 但是我会喜欢可能 这一个月可能在家里念一念 然后我就会觉得 念书好烦哦好累哦 然后就会换一个环境去念 所以我觉得其实 就是如果说你在一个环境待久了 然后你发现你已经读书的效率开始变差 我觉得可以就是换一个环境 可能去外面咖啡厅读书之类的 就是换环境换一下心情 就可以再出发 好然后接下来我就讲一下各科的准备方式 那首先先讲英文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准备英文这一科当中 我花最多时间在背单字 然后我是背那一本 有一本橘色封面的那个IBT 托福应考圣经 对我就是背那一本 因为我也是被考上的学长姐推荐说背那一本 然后我背单字的时候 就是我真的是花很多时间背单字 像我如果有来补习班上课 然后有时候上课的时候 老师可能中间会讲一些笑话或是什么在拿赛 然后我就会用那个时间背单字 对 但可能有一些人会喜欢听老师讲那个 那个也是一个调剂身心的方法啦 对 然后再来是像张文中老师的话 他还会有发文法的那个课本 就是有上下册 然后我英文课 我是每堂都有来这边上课 然后可是我会在就是老师 教完文法之前 我可能就会先看 就是有空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自己就先读 就不一定要等到老师教你才要读 然后当然是复习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像文法上下册 我就看过了整个看过三遍嘛 然后再来我也去 我也会写老师发的巨型测验 那我觉得其实多写 然后定证的话 就是真的会有帮助 因为像一开始写可能都会错个九题 可是到考试的快要越到考试 就可以越错越少 可能后来都会错个两题以内 我觉得就是多多练习 然后再来老师也会有发阅读测验 然后老师上课也会带阅读测验 然后我平常就是老师一发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就可能每天就可以念个一篇这样子 好 那再来作文的部分 嗯 老师会带着写作文 然后可是因为我个人是 就比较没有准备作文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能参考一下 其他人是怎么准备作文的 然后再来是讲一下普化的部分 那普化我一开始有来这边上课 然后我后来是转线上 那我觉得其实普化就是跟着老师教的 就跟着礼盒老师教的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讲的就是很有系统 然后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就是按部就班 跟着老师的上课进度就可以了 不过我其实是在上课之前 我就会先把就是下一次可能老师要教的地方 就是先读过一遍 然后先写题目 然后到上课的时候再看看 哎 自己是不是有哪里有一些就是比较不熟的地方 或是有算错的地方 然后就是再多加留意那个部分 然后之后呢 下课后就是也会回去写自我练习 那因为自我练习题目蛮多的 到后来有一点没有时间写 但是我会至少把英文的题目写完 然后对于老师发的那个英文题目 我也是都有把它写完的 然后我觉得写完其实更重要是你要定证 对 然后再来是普生的部分 然后普生我也是就是后来是转线上 那我觉得黄彪老师他就是讲的是很详细 很完整的 那老师也会另外就是他平常上课的时候 会在黑板上写笔记 然后就是会更帮助同学去了解到重点在哪里 那老师的教材真的是非常的详细 就是业数很多 但是只要有跟着老师上课 就会知道说重点是什么 那我觉得像我的普生的话 我通常都是假设今天听完课 然后我隔天就会把上次教的地方 先把它都详细的看过一遍 然后在隔天我可能就会去写 跟这个章节有相关的题目 然后从题目去看自己说 还有哪些地方 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然后就可能再回去再翻课本看 然后最后呢 我会就是再做一个笔记 就是因为通常老师在课堂上写的笔记 我通常不会另外拿笔记本写 我通常都是直接抄在课本 我觉得就是跟它有相关的地方 然后我的笔记 是我最后自己再整理出来的 所以这都是就是在下一次上生物课前 都要就是都要把这一整套做完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是还蛮可以 就是比较快抓到重点 然后也比较好记住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 就是让我生物也可以 后来回头去复习就是也很快 然后我整个生物也是复习了好几遍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是讲到生化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生化应该是我就是后悉这几科里面最喜欢的一科 然后也很感谢渝传老师 就我真的觉得老师是一个就真的非常用心 然后不管是在教学上面 然后或者是他课后 就是你问他问题 他真的都是很详细的回答你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渝传老师真的这是教得很好 我觉得大家就是跟着渝传老师的课这样生化就没有问题的 对然后生化的部分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想说 这个要不要记 那个要不要记 然后就变成后来想说 这些生化的步骤怎么这么多 我想说应该不会考就不要记 其实我觉得都还是 其实就是你还是要去理解 然后还是把它记下来 然后最后想要讲就是 像我每一科我都会有自己做笔记的习惯 就是不只是抄老师上课的时候写的笔记 而是我会把这些笔记 老师上课写的我会都是抄在课本上 然后我会在自己都读完之后呢 再把这些东西就是变成自己的笔记 自己腾出来到我的笔记本上 然后是经过自己的思考 然后比较有条例的 然后去把这些重点写出来 那你当你有自己的笔记本的时候 就是当你在考前复习就会比较方便 就是那些就是重点 因为其实到考前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办法有很多时间 去把每一科每一个章节都看过 所以这时候其实笔记就是让你 比较不会慌的一个方法 你才不会说怕自己哪里有遗漏 那考前就是把这些最重要 然后最精华的东西把它读一读 然后读熟 我觉得其实就差不多了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就是要感谢 就是高远这边每一位老师的指导 就是每一位都是我的恩师 就是帮助我 让我可以一年就考上后夕一 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高远这边很棒 就是这边真的是很温馨 很有人情味 就是不只说老师就是跟同学的互动很好 很关心学生 然后包括像是就是这边的柜台姐姐们 就是人也都非常的好 就是你会觉得来这边 感觉你比较没有那种很大的考试的压力 你还可以跟他们聊聊天 然后还有这边的环境很好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椅子很舒适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高远是一个很理想 然后就是可以让你去好好准备考试的一个环境 对 然后其实以上就大概是我就是一些读书的一些想法 心得分享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呢 就还是要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 然后去实践它 然后一定要坚持的下去 所以就是大家加油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好 谢谢大家